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刻的心情似乎也随着位置不同有所调整 台湾大陆都互相来提升互相来合作 我认为这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贡献 那如果是对立的话那就是互相浪费资源 谢长廷话还喊话政治效应两极话 别想面前说哎呦我这样发可能会拿到鸡票 那种政治上的可能会害国家了 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到中国去他有不同的感觉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台湾整体社会来看这一个事情的话 还是整体平常心来看 谢长廷定调的人性寻根之旅 在台湾政坛持续发酵 不过中国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 小心翼翼谨慎处理 生怕外界在民共关系上做文章 在内新闻陈怡婷报道 院长为什么会安排这一趟祭祖必要吗 这个是我安排的不是他们安排的 因为我在很多年前就要找我的那个两个祖先 因为我们清明祭祖我们都少两个幕 就是我们家谱里面第一代谢光玉 第二代谢建庸 但是我们现在拜的在观音山在北投其他都有 就是那两个没有 那我当时觉得说我是不是客家 有人说我客家人 然后我就请学者去找 后来在中青的帮忙之下 谢氏中青会他们找到了 其实找到四五年了 但是我都一直没有去 我一直都没有去 所以这一次去 一方面也说我十二年前 要去厦门没有去城 我那时候有讲一句话说 我是后面如果来改了 我就最第一站要来厦门 所以我是旅行这个 去了厦门没有去看这个 本来是要看拜幕 那个这个幕 因为那个地方山上楼 他们不建议所以要再拜宗祠 你给我十秒钟 这是你在这一趟的出房的时候 其实一些报章杂志对你的质疑 那我只举出几个部分 比如说像是你有看到李小峰 李小峰他的这个标题叫做 所谓的族谱的问号 指引你的报道里头 其实在这段时间还不少 宪法共识问号 宪法个表问号 他是蔡同荣 然后还包括了我们看到 这个是林卓水 还有洪志坤 以及包括一些民众的投书 这个林卓水 宪法个表 迷魂症 洪志坤 从国际秩序定位中国 一个香港人看谢长廷口中的互信 他有一些投书 谁跟你个表 张国才 张国才 然后说出老K不敢说的话 青年党员请教老谢 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大家会觉得说 你这一趟到底是所谓何来 我们很想了解 因为既然你今天来到这现场 你的起心动念 原始原始 你想要去中国的目的跟想法是什么 因为这十二年前我就想去了 因为大家现在讲我的主张 或是讲我要去 其实我那个主张十二年前就讲过 我也发 写了书 也出租 所以 平常是我没看 现在我如果去那里说 跟租没办法 不知道我没办法 我就说跟租同样 所以我是一贯 要去中国 也是十二年前 我就说要去 因为我就有说 我认为两岸不要成为民进党的执政的障碍 十年以前那时候也没人前去 也没什么去 我就说城市可以交流 高雄要去挨握 那时候是经历的 因为想要 平常说高雄港元要让发展起来 所以这就是很单纯 现在就说我去拜祖先 那也很单纯 我刚才就说过了 在那时候的情境下 那你怎么去解释李晓峰的论调 李晓峰说 我们的祖先 当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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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山公也是对当山公来的 你也不能和人公议 说里面有当山公 但是你也不能和人公议 当山公 当山公 我从哪里 那是一百年一千年都不变的 共产党民进党国民党 这尽管不得懂多久 我们不能说为了政治 我跟他对你 政治没办法 我们就说我祖先对泰国来 我祖先对非洲来 我感觉这违反人性 我当下没有在想政治 我眼睛紅 娶一个 当山公司 我就真是说 都很自然 但是你过来那个情境 你在那边看 过来那个情境 那眼睛太大了 以前有人去看到 孙中山的上位也好 有人去拜 在蒋介石的桃园的灵情也会哭 这每一个人有他的历史情境 有他的历史 你用你的历史 说我不能好 说我好不对 你怎么就好 我觉得这都违反人性 这每一个人不是可以 该痛苦就是痛苦才对吗 该笑就要大笑才对吗 为什么我要扭气 我真的没有了解 但是我可以提醒 大家这些人的心情 怎样笑都不安静 但是我就很自然了 我感觉我就是 那时候我就感觉说 我们祖先很痛苦 够黑水高 我几分年去 又三加三五千多 才到祖室 祖先去哪里 那六五的可以到台湾 如果没有他们那么痛苦 今天就没有我 这是好的方法 我也希望 我的孩子 我的孙子会记得我 不是这样 我会说 这是什么中华文化 不应该 其实这是好的方向 我们看赛德克巴来 他也是说祖灵 是不是这样 祖先对我来讲就是神 人类最后一个祖先 共同祖先 最后就是神 创造那一个人 这个为什么不能够 追求自己生命的来源 渴望永恒的生命 这种人类的一个天性 说到政治去 用政治在说这个 我觉得是没什么道理 没什么道理 你政治在那些 那太多 并非说违反人性 但是目前看起来 你觉得民进党 在你这趟中国事情之后 有没有分裂的危机 有没有 甚至说来了一场大辩论 不 要辩论可以 我也很赞成 但是这个主席 或是董上会去决定 但是分裂 民进党的传统 也没分裂 大家就是这样 其实就过去了 但是我 走这部署有一个记录 我就说 你怎么看那些骂你的人 包括政治人物 包括百姓 没有啦 有人嘛 我们是团员 也有人赞成 你如果拿了多少个报纸 我拿3000报纸来币 你就会看到 我会也赞成 这是我们台湾的记录 就是多元嘛 但是感情上 有的在批评我还是朋友 所以感情上会想 一定会想 但是呢 我感觉 有时候 你要走出去 你没法说 检查我们的人意见嘛 但是这些批评的人 对我有帮助啦 就是因为有这些批评的人 我在那战战尖尖 我在那都觉得 我不能求爱华 我如果爱华回来 都对他万钱的传心 所以你说我说 在那里说的话 我跟他们的对谈 还是有什么爱华的地方 有什么设计的地方 大家可以批评嘛 现在大家选择 就是说我去拜拜 拜自己祖先 那我就开始了 没关系 我尊重大家意见嘛 有人说他都不好 他祖先 他在那里 这种尊重 但是 你要说我的政治 有什么都要不对嘛 我愿意就跟你说 我的看法 愿意就是这样 不然 我们没有愿意 不然是要用 我们的愿意在那里 台湾是要用什么 做共识 有人跟我说 台湾的共识是什么 就是 2300万人 要决定台湾的进度 现状的变更 要变更台湾的现状 都要2300万人决定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现状吗 不然就不 还有什么呢 不是啊 多数捷 多数捷 那马英九就多数了 那马英九可以 为首议委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这一句话 就在讲现状 现状要变更 要四分之三 不是吗 现状要修改 要公民投票啊 那有什么东西 要经过2300万人 同意的呢 现状 你说现状不是这个现状 一个现状 你说我们以后 要一部现状 如果我们不承认 这一部现状 以后我们制定 一部新现状 人家也不会承认 好的 你以后55% 45%也不要承认 以前你也不承认啊 以前你也不承认 我现在跟你不一样啊 我也不承认啊 是 台湾是没完没了 我说我们台湾不完 一直浪费这个时间 浪费之外 文明就是说 现在已经民主了 现在多数是他 但是我们有一个说 这些宪法第几条 我有意见 重点是你民进党来 自己就没共事了 你认为有他的迫切性 前往中国 结果回来之后 党主席苏贞昌说 成立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 好像也都不急 这是怎么样 所以党内的 党内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共识 你老婆也有可能不一样的意见 这免账这个扩大嘛 因为他主席他要听 减顾更多人的意见 我 我刚才说过 我现在的角色 我觉得我应该做的 可以犧牲的就是这样嘛 所以那些都没冲突 没冲突 老婆有兄弟 有时候我说我们兄弟 有时候的意见也不一样啊 那未来的方向会是什么 如果按照所谓的重返执政 要充分反映人民的声音 两岸关系 不是跟所谓的国共关系 未来民进党的大战略方向 会怎么走 我有说我站在反映 就是说一定两岸有处理两岸的能力 有替台商解决困难的能力 能够反映台湾人民新生的管道 这是我说的 这是人民的信心嘛 信心的扩大就是可以执政嘛 但是现在 如果我们不一样的意见 他说 他说看看嘛 说四年要怎么贏嘛 你一年比国民党多 你行政主义比国民党多 你行政主义比国民党多 你如果这回答都不 那我们就是再让自治者 再掉一次眼泪而已嘛 那应该啦 你如果说 我这样危险 那你就是等过超支在我的 你要做嘛 这里面这四行 超支在我的 是什么 当然你说基杉啊 杖啊 我们要拚基杉 那些都同样 那些本来都要嘛 那是同样嘛 难道这一次没有拚基杉吗 这大家都说做这个主席了 基杉跟没拚 都在拚 基杉的根源组织强化 这个都重要 现在就说 一般来说 国民党的优势 我们都没法改变 唯一的改变 就是说 不要变成国共联手 现在 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英雄力 各阶层越来越大了 你所了解到你有多大 你一定有传统 所以 民党 社团 中心会 差不多都在那里参观 都在那里联系嘛 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比较 我这边去算很透明 我真正跟你说 其实很多以前去的 到底去看什么 不一定人知道嘛 我是 知道大家在严重 我是很透明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说 这个影响力是越来越大 那我们在战略上到底是 优先是要处理多一点 两岸的问题 我们跟共产党的问题 其实二三十年后 三五十年后 有时候都没有办法解决 但四年我们就要跟国民党选一遍 我们当然是要优先处理到国民党的 哪有人一种未来的矛盾 拿来的现在 变成我们的障碍 是 你怎么看马总统上任之后 两岸关系的方向 以前他一直以为民进党是锁国 现在外界直语他亲中 最近我们看到 这个经济动能方案里头 其实说要大幅的开放 中资 所谓的入资 中资 入资到底能够来多少 带动多少产业 其实未知数 可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我们看到的是 台湾三亚全面被掏空 好像被这个政府全民都放散 资金也去了 科技也都去了 人才也通通也都被挖走了 那未来呢 未来会呈现什么的场景 而且重点是 人民也盼望 民进党这个时候 他的方向是什么 他怎么去回应这些问题的面当中 所产生的一些 我们未来的一些对策呢 马总统的方向我是不知道 我也不能替他回答 大概不是只有两岸的问题 看不出方向 他在台湾的 看得出他用王玉琪跟林宗森的方向吗 就是我们在下面放 我这方向 你在我们国来的时候 他也没有方向 我开始在选择的时候 那时候我有拿出方向 幸福经济 我现在知道 经济GDP要成长困难 那时候一月已经 2000公佩年 已经有二字房贷的问题 在美国发生 所以我知道 如果美国经济败 我们会败 所以我现在不敢承诺 不敢承诺说 要选择几% 但是他那时候就是说633 他也没有什么方向 但是我是说 应该公平分配正义 应该探这个时候 建立社会公平 我青年住宅那时候 我有说 但是人民没有选择我 人民觉得他 他当然有大环境的关系 但是人民的选择 当然就是有承担一些好果 现在这五年就看 他持续也是没有什么方向 因为他要拿我的 一些政権去说 说也要什么社会负债 用一个可以精准掌握 他的政策的王玉琪 大家觉得未来三年 寻求历史丁论 好像会做一些大事 我没感觉 你没感觉 我没感觉 对台湾会有大变动吗 我感觉也不会 也不至于 也不至于 他也是想说台湾较好 对不对 他不知道较有民主 但是他的历史经验 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做 他也没法忒败 别人的痛苦 他本来 大家在批评 都比较关心自己 就是这样而已 他现在就能自己的人 当然 能自己信任的人 这样 本来的人反正 不是他自己那些欠的人 是感动的人 现在他都希望能送 送 可能他在做的一样 这样而已 他在人事布局 你觉得他是要做什么 可以看得出来什么样的逻辑吗 金普聪 王玉琪 林中生 那些人 都用教育的艺术去做的人 我看就这么简单 我要做什么都可以 旁边的人都很好 所以就是担心 可能是一个自意妄为 为所欲为的一个 没有办法那个吗 没有办法监督吗 现在就是说 我们台湾人民要有战略 要有贏的战略 要贏的战略 我们要贏是更重要的嘛 我没有认为说 仰岸 像说我去那些什么 我认为说台湾到桌了 叫中国台 我认为都没有 台湾到桌了 就是我们自己经济 经济崩溃 我们社会瓦解 我们社会 因为大家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人们就来信心化解 当然需要各国来救 你世界货币这种 如果没办法来救 就是中国来救 这是台湾的危机吧 这危机要怎么解决 当然你是要执政嘛 不用我们传统的武力 其实透过经济 就完全把你台湾 完全都可以控制的 好小好小 所以我们就是看 恐怖是在这里 我们就是有灵力的人 有心灵动 好好接触 民主党人类为这样 你就要执政 優先 所有妨碍执政的人都要扫除 所有有力执政的人都要去做 这是我更简单的看法 在那样 我认为 时间也是很快就过了 四年三年就很快就来了 你的目标是怎样 我觉得 中国回到小平 他回到年就是经济发展 开放 就是一个经济发展 妨碍经济发展的 都要去除 有助于经济发展的 都要去做 目标清楚 民进党现在是什么目标 你说你的资金很好 你就要接政才能去实现 所以你就要接政 执政到底怎么做 你不能说执政 四年再来 这最后一遍 我再说一遍 信心在这 直接到这边的目标而已 所以 为了你说 第一的优先考量 重返执政 当然是 就是重返执政 政党就是这样 政治理念 比如台湾 这就是运动的团体 这就是运动的团体 那是运动的团体 因为那些没法拿来政策 所以院长 大战略之外 其实要有行动方针 我们休息片 马上再回来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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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